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想到如果我定年龄把这个地方取出来 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 这个里面有一台风机 这一台风机我主要用的它的复压 把这个粮食从粮库里面抽出来 它一个进气管一个除气管 从这边进去以后从那边出来 它就可以连续工作 我这两个萨克龙的料从这个粮库里面过来以后 到这个卸凉器里面 粮食下到下面 通过这个复压从这个上面下来 这个小的萨克龙 我就是过滤空气 延长我们风机的寿命 第一代只能用在这个就一个热片 或者几个热片 这样去是非常方便 大面积的就不太实用 效率的也相对来说比较低 当时我考虑到如果能用这个角龙 从下面能把粮食提上来 这样是比较合理 角龙把粮食往上反 角龙往下线 必须上面要增大上面的面积 不至于角龙一直往下去 通过这个角龙把这个粮食送到这个地方 粮食往后拍 它有一个反左用力 使我们这个反肠节往前运动 可以使这个反肠节的自动行走 这样我们自动完成度也高了 反肠的面积也增大了 一开始往前走 因为它这个角龙它有个力量 你奔成这个上盖这一块它也有个力量 两个力量是相反的 角龙转了以后 它走出来的是一个弧线 我考虑到那如果我在这边加一个阻力 我这个阻力控制好 反肠节就可以走成直线 反转的那个方向 我一开始做一个插板 做了以后 它只能往这一个方向转 所以后来我做了两个插板 像汽车转向起边上差不多 往左转越行 往右转越行 它可以走直线 然后半日子 一转一转 转一转转 再多了一个优秀箱子 对对对 去会吧 2003 1 一 你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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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原来一样 他们是感到非常自豪 因为这为他们两股国民 监情的劳动力 就不必这样再吵劳了 朋友们我是袁胖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发明的 叫做邓富强 国家富强的意思 他是我们湖南老乡 以前他是当大学老师 后来他就觉得兴奋机 这个行业在未来会很不错 所以他就一直以来 就研究了十年兴奋机 他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发现这个兴奋机 东西是好 但是很难进入这个家庭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个兴奋机 它安装困难 第二它价格太高了 所以他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发明了一个东西 直接把这个兴奋机的孔 直接对到外面 然后你都不需要打孔 就直接在窗户上进行安装了 五分钟就可以完成 所以就很多的人都用上了他这个兴奋机 而且他这个兴奋机很便宜 以前一个兴奋机可能两万块钱 现在他这个兴奋机就六千块钱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兴奋机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发明迷网站去看一下 金融投票的呢 你直接点击链接了解更多 就OK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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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